火災除了及時警示 及時報案也很重要 今年12月21號 台北市將推出全國首創的 119視訊報案系統 可以和派遣員進行視訊語音對話 雖然派遣員不會手語 不過只要把事故的畫面 拍給派遣員看 再加上APP有衛星定位的功能 他們就可以馬上掌握地點 派遣員前往 至於聽障朋友 還有哪一些報案的方式 接下來的報導中 為您做了整理 接下來在關鍵的時刻 可以救命 我這邊看到對面的大樓 很像屋頂一直有一些煙冒出來 遇到事故把現場透過鏡頭拍下來 視訊另一端 台北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的派遣員 馬上掌握狀況 派員前往 這是台北市今年12月21號 將推出全國首創的 119視訊報案系統 雖然派遣員不會手語 聽障朋友還是可以用來報案 他可以把現場的發生的狀況 拍回來給我們看 比如說有人倒在地上了 他可能叫他也沒有反應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人可能需要救護車 那另外就是說他這個APP 也可以把手機的即時定位提供給我們這邊 所以他也不用告訴我們地址 目前只有台北市有視訊報案系統 高雄市則是在今年4月 推出了定位功能的119報案APP 手機使用Android系統的朋友 也可以下載專為聽障者設計的 即時報案APP iHelp 有跟全國警銷系統連線 也很實用 至於各地消防單位 針對聽障者的傳真 和簡訊報案專線 由於號碼沒有統一 讓聽障朋友很困擾 台北市消防局表示 聽障朋友只要純入自己居住 縣市的專線號碼就好 各縣市的消防單位 接到報案都會代為通報 另外聽障朋友也可以用視話或手機 直接撥打119 等大約5秒後 不用進行通話 連續按1表示需要消防車 連續按9表示需要救護車 消防局會直接查詢所在地 派員前往 記者 劉仙文 中建綱 台北報導 最後一次 fuckin'找到 United